大家好,又繼續回到MyCup的1.19極限生存 大家可以看到我轉了一個Skin 這個Skin是我自己畫的 不知為何這個Skin很像這個龍珠中的波波先生 我就隨便做了一個Skin出來 免得用之前那個 因為之前那個是我網上下載下來 我就免得用網上的 我就想自己做一個出來 所以就做了這個黑人出來 好,無論如何,我們不說太多了 先看看我身上的裝備 其實你可以看到我有14個 基本上都相當之多 另外也有一個麵包 幾經辛苦 帶大家出去看看 這個龍田終於都有少少的修成 都叫做有得吃 雖然我都未滿飽式度 因為上次上一集之後 我都不斷去挖礦 很多時間都用了來挖礦 所以其實銅方面都很多 但是銅我完全不知道有什麼用 所以今集我可能想燒一燒一些銅 看看銅有什麼用 第一樣要做的東西 第二樣要做的東西 可能就是開始要... 先弄新裝 現在弄完吧 因為開始有點害怕 而且下面呢 這個抗洞 我都會發現一些... 一些抗坑的東西 所以我都會下去 嘩...好像怪獸一樣 OK 好,我們拿銅錠 銅錠有什麼用呢? 有沒有一些工具的東西可以用呢? 我看到它有這個 鼻類針 完全不知道有什麼用 是完全不知道有什麼用 銅方法又有什麼用呢? 都是不知道 我們不如放一套的煤 等它自己在那裡燒著 另外這些就放到 因為我身上都有很多東西 等回來的時候 再看看這些銅有什麼用 好,我們現在... 準備要下去看看 下面有什麼東西 啊,還有弄個鐵稿 因為... 鐵稿已經... 不夠... 哎呀,糟糕 忘了流鐵 哎呀,哎呀 忘了流鐵 因為鐵稿快爆了 要不要緊 我們先用著石稿 唯有 又再次降龜 然後呢 我記得好像向前走這裡 那這裡呢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呢 有一個中雨石的... 嘩... 這個中雨石真的可以插 會不會刺到人呢? 話說回來 OK 好了,我們來到這個中雨石的地方 我們看看這裡有什麼特別的... 特別的... 礦物在這裡 OK,我們要小心一點 這裡 這個中雨石其實很大 但是... 大得很誇張 但是... 相對地都沒有什麼礦物 除了中雨石之外 除了中雨石這個景觀... 之外我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 這裡 沒事吧 OK,有鐵路 OK啦 有紅石 先掘一掘礦 這裡 先掘一掘礦 好了,下去看看下面有什麼東西 還有我發現呢 這個礦物是有一點不同的 這個叫做深白岩碎石 我估計應該是用來... 用作裝飾用途 因為Minecraft很多方塊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是說有實際的用途 可能... 可能它的觀賞用途比實際的用途大很多 因為很多人Minecraft都會用來建建建建物 甚至一些藝術的... 即是當是一些... 觀感上的東西 所以它就砌了很多方塊出來可以使用 而這些石也是最新的 而這些棕魚鴨... 棕魚石也是一樣 對吧 棕魚石也是一樣 都是用來體比較多 我覺得 OK 有紅石 這些應該是紅石吧 對了,紅石就看到了 那我就用這個鐵稿掘了 鐵稿真的... 內疚不多了 我們可能要在這裡弄個熔爐 然後燒一些鐵 去到... 製造我們的鐵稿出來 對 可惜我又沒有帶到工作台 工作台又在上面 所以在這裡弄了 所以在這裡弄了 蘑爐石 然後就燒一些鐵 30塊鐵 OK的 那裡 然後其餘的... 即是在燒鐵的期間 我們就下去看看 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好 這裡這麼大個水域 好 看起來都...正正常常 寶貝特別 對 安全的 至於上面看看 嘩 是不是有怪 有怪的聲音 我聽到 OK 上面一定有怪的聲音 這裡我們先封住 因為那些水太過麻煩 另外附近一定有喪屍 所以我都不會謬然去到行動 這些是青金石 青金石在附魔的用途 可以說是 這些金...的話 挖進去 網網後面 對 懶得被敵人偷襲 這裡沒有啦 可以下去了 好 OK 那現在呢 我們就回去弄個鐵稿先 其實可以弄裝 直接弄一條褲子 弄完一雙鞋也還可以 等它燒了一些... 燒了一個...多少塊啊 鞋 鞋要四個鐵 然後三個鐵 用來做鐵稿 應該足夠啦 好了 最後的鐵鞋都弄出來了 基本上在防禦性能方面 都叫做有些... 裝備 有些裝備啦 雖然有鐵裝 但是我們的內疚 我們的裝甲都是未滿的 因為它要滿的話 應該是需要一些... 符魔或者鑽石的裝甲 這裡還沒有燒完的 我們不要緊 燒完這個我們就拿走了 直接整堆拿走 因為這集我想找到鑽石 因為我們要加快一點的進度 通常第二集我就想找到鑽石 因為其實不算太懶 鑽石現在... 沒有路線 不要緊 我們... 慢慢看一下這裡有沒有什麼... 的礦物 這些是紅石啦 紅石就是要用鐵稿的 OK 我經常覺得挖這個礦物的聲音 好像一些... 弓箭手、射箭 這樣 終於了 終於是 我爆了鐵稿 好不要緊 還有一個 非常之大啊 這個灰燭魚洞 雖然它這麼大 但是我見不到任何鑽石 鐵 有鐵 或者其他一些... 好的礦物 好像沒有什麼 然後就弄一些火把 火把都需要的 OK 好 好 開掘這些鐵 這裡下面有路走 但是呢 暫時不走那條路 因為我覺得那條路一下去就 比較麻煩 上來 比較怪聲 但是應該是一些... 嘩!在旁邊的 OK 有呼籠弓箭手 我不是很想跟呼籠弓箭手打 老實說 它上不來 OK 既然是這樣 它封了我們要走的路 我們就唯有在這裡下去 既然是這樣 應該是一些突發事件 要改變行程 好 我們慢慢掘下去 因為這裡沒有路可以下去 OK 這裡慢慢下去 OK 這裡挖爛這塊 下面應該有熔岩 因為那個光 對啦 那個亮度一定有熔岩 所以才會這麼光 下面也有熔岩 那熔岩的地方 就多數 多數會有鑽石的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 瞬色來看 有到水 就結平它 那些水 覺得有些呼籠弓箭手射箭的聲音 很恐怖 下面有些蜘蛛在這裡 我看到 其實這裡也有些危機 不要讓它上來 它應該看得到 我覺得它看得到 我們封一封這條路 我不想跟蜘蛛打 蜘蛛是一個很麻煩的怪物 好 這裡就下去這邊 這個敵也挺有趣 其實 這裡開始要小心 這裡下面應該沒得下去 暫時 因為我沒有帶水桶 哎呀 剛才應該拿那個桶水來 臨色下面 不要緊 這裡下面是沒得下去的 OK 看到了 那這裡呢 就是它的熔岩湖 看來是完全看不到有鑽石的蹤影 對 基本上全部都是只有這些 抗石 對 沒有其他 我們走過去看一看 這裡 砌一條路 那個虛猛猛 可能會有驚喜 也不奇怪 OK 這裡 是沒有驚喜的 完全沒有驚喜 OK 這裡我們就沒得走 我們要上回去 這裡就沒有特別了 已經 好 走這條路沒有特別發現 就要回去一開始 我要走 就是殭屍那條路 那隻殭屍經過這麼遠 應該就拆身走了 就是 呼籠弓箭手應該都會不見了 還是它還在 這麼瘋 這邊 我看見有呼籠弓箭手好像 對 前面有弓箭手和殭屍 所以我們不要走過去 因為我比較怕弓箭手 聲音很近 好像在我頭頂一樣 剛剛的聲音 好了 我們不要來了 這裡有鐵礦 這裡有鐵礦 OK OK 雖然這趟我們找不到鑽石 但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這些不可以找命搏 現在我是極限生存當中 我不想找命搏 去找鑽石 如果它是一個普通生存 我都可能還會試一下 搏一搏 單車變摩托 但這裡不是 這裡 死了就沒有 很危險 好 回來了 現在還是天亮的狀態 非常好 這個狀態 不是這個 黑暗的狀態 不是晚上太好 回來了 基本上 小物只有一個 搞定 但也好過沒有 好過沒有 只要等多一個種子 一個小物 收成 我們又有一個麵包 其實我是不是要擴大一點 其實是 應該擴... 應該是彈了出來的 還是我不小心打中它 不要緊 我們先 繼續擴大一點 這個... 種植的地方 對 因為基本上這個雪屋 這個雪屋 我大概會 預住 一至兩閘 我們就要 馬上走 因為這裡 雪山 第一閘也說過 雪山並不是我要長住的地方 嘩... 我的眼 完全看不到 不過不要緊 很重要 OK 我們看看這個鐵頂可以做些什麼 鐵頂提到可以做個鐵磚 鐵磚有什麼用呢? 鐵磚... 不是...銅磚 銅方塊可以做到這個... 設計銅方塊 這個銅方塊有什麼用呢? 這個銅方塊可以做一個樓梯或者半磚 OK OK 即是它是真的做... 做這個... 裝飾用途 那我們看看它作為裝飾 那個顏色又可以不可以 我們隨便找個位置放 放這裡吧 嗯...其實都OK的 其實都幾漂亮的 都OK的 不差 好...這些雪球的牙頂丟了 好... 好... 本身我最為鐵銅定會不會有些工具可以做到呢? 但很可惜它並不是 它並不是可以做到這樣的東西 好... 先看一下 現在要做的...其實都...鐵磚弄好 弄一塊鐵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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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方面其實都...暫時來說都足夠的 好... OK啦 這個都搞定啦 是不是可以吃了 好像可以吃了 沒有記錯 應該是又有一個... 麵包生成 沒錯 但我們還是需要欠兩個... 飽食度 才可以回到... 回到這個... 回滿飽食度 然後回血 好啦...今次這個Minecraft的極限生存 就來這裡先啦 今集主要都是挖礦為主啦 那下集希望我可以開始去到... 起行去到其他地方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啦 還有按個訂閱 歡迎大家跟我多點留言 好啦...